對水預計首潑是17天內 是排放7800噸 相當於三個標準游泳池的 核污水 香港和澳門政府都宣布了 從24日起排放當天 禁止是日本 10個地區海產的進口 其他日本海產及加工食品 也會加強的檢測 以下是來自香港的報導 估計全港有4000家大大小小的日式餐廳 雖然海產不是全部日本進口 但香港每年從日本進口食物 超過400億台幣 而海產內超過161 絕對不能夠輕視 福島核廢水排海所帶來的海洋生態 和食物安全的風險 香港從24日起禁止來自福島 東京等十都縣的水產品 及水產加工品進口 當中有包括長野等 非遠海地區 其他地區的就會家常檢測 港府指用較保守較安全的方法 確保能吃到的都是安全食品 厨師在切片的油肝魚 不是來自日本 因為餐廳早已因應禁令 從限制區以外及其他國家買食材 現在大約只有一成來自禁區 找替代品無難 但生意可能會減四五成 這行選不選擇吃日本菜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他估計兩三層日本餐廳會倒閉 至於禁令會維持多久 港府指主要看核污水排放的情況 以及監測所得的數據資料 只要認為安全就可以鬆綁 以上是香港記者李敬華的報導